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这个部分里面 它是其来有自的 因为每一次里面 只要每一桶石油 高达90块美元以上 其实就会逼逼逼 大家就会拉紧抱 因为它是属于核心户价指数 跟民生上面而言 它非常有密切的相关性 所以核心户价指数就是民生 必需品跟所谓的油 在这种过程 我们就可以发觉到 整个市场上面的氛围 就是预期 如果你的油价压不下去 压不下去的话 那你11月份美国 可能要再去做升息 那就造就出来 整个新台币 又再度的呈现了贬值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们在这边里面来讲话 也跟投资朋友讲说 这个部分它都是一时的 不管你美国再怎么升 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子升 它也是进入到升息的一个尾端 因为不是所有的产业都像AI伺服器这么的好 不明不是 像梅西百货它直接就预告 消费性的需求是很差的 中国大陆现在也是面临通缩的 所以我觉得升息也不会升太久 可是重点是 我们在面对这个时间点的台湾 正在公布8月份的营收 这个时间点很多人很喜欢 随着新闻媒体上面去做起舞 我在今天里面要讲的一个议题就是 你的心要有定见 你做股票要有规划 在这种过程中财富的累积 不是一时兴起的 也不是随着报纸上面 或是媒体上面起舞 你有可能变成有钱人 不可能的 因为股市里面来讲话 大约7成到8成的人是会亏钱 为什么 因为它随着媒体上面去做起舞 就像在今天里面 媒体也开始起舞 整个挥大大股东黄仁勋先生 大卖股票 空头的人来讲就用此大做文章 或是这个时间点里面 中国整个不准他们的光源 携带iPhone的手机 到整个中国 华为的一个手机又大卖 大家就说苹果的概念个股里面 到底怎么样 我就跟大家讲说 这些的问题 其实不是在你考量的范围内 你在股市里面 钱是你的 钱是你的 你可以去决定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个股 在这个阶段 你要去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我就问大家 你现在说华为 MAT60大卖 华为折叠机大卖 苹果可能会因此而受影响 你为什么不去买苹果跟华为 相关都一样的概念个股 所以不要为自己找太多的借口 或是你现在说 黄仁勋 以及他们的大股东 Steven 大卖股票 我就问大家一件事 现在很多人在讲AI涨很多 因为它涨了三倍四倍五倍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要下来 大家知道灰达涨多少吗 如果用最低价来看 五块 涨到480几块 100倍 快要100倍 如果站在空斗的立场上面来讲 涨五倍十倍就很多 我告诉你50块的灰达 你被嘎空断头断几次 所以站在人的一个心肠上 人心是肉做的 你要想想看 如果你是黄仁勋董事长 你是Steven 你是Steven 你持有一档股票 你持有一档股票 在这种过程之中 它涨涨涨涨了快要100倍 100倍 5块美元 涨到现在400多块美元 你会不会想要慢一点 你如果真的看坏 你会只卖1%吗 1%的意思是什么 100张里面你卖1张 我告诉投资朋友 不要说100倍 你的股票如果涨了1倍 大概空头就很喜欢杀你了 对不对 更何况是涨100倍的 而且不要说涨100倍 观众朋友你自己问你自己 你的股票如果涨个一成 你是不是早就卖得跟飞了一样 1%搞不好就卖掉了 这就是人性 所以不要当一个井底之蛙 现在里面我在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 很多人很爱做功课 也不很爱研究 我说之前联电它持有联发科 大家到现在还在讲联发科是联电集团 错 联发科本身就是一个集团 联发科早就不是联电的 联电早就没有联发科的持股 而且联电在联发科400块钱 就卖光光一股不剩 后来的联发科 不要说过去 近期里面来讲 有没有涨到1000多块 所以重点不是你这个大股东 你有没有卖股票 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价 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要说AI是航运2.0 航海王的2.0 我就跟他讲说航海王涨30倍 亏打涨100倍 所以重点是在你的筹码 你的筹码跟你的获利能不能跟上来 因为技术面它是辅助性工具 基本面才是中心思想 所以我们等一下里面会来去探讨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说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就像台北股市的跌 大家又会一堆的一个理由跟借口 我就跟大家讲说 从技术面的角度 其实台北股市本身它就有问题 我刚才说你只要看到快速性的轮动 群魔乱舞 每一天涨的都不一样 我说地球正在自转 很多人就绕着地球跑 累不累 很累 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 后天涨那个 如果你每一天都随着媒体 市场去做起务 我告诉你光是这几个礼拜 我包准你的持股的档数 会增加到20档以上 一下军工一下这个一下那个 你每一个都要去追 你持股档数没有20档 怎么可能至少10档以上 你受得了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不要绕着地球跑 你自己要知道 你要做短还是做长 你要在这种过程中 现在是什么样的位阶 你都想清楚了 规划出来 那你才有机会成为 未来股市的一个赢家 因为你就是错过了 出身段跟主身段 我讲得很白 人的一生之中 在面对股市中的出身段 跟主身段 你不拼他个一个 10年的财富 20年的财富 一辈子的财富 真的太可惜 但现在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们现在就是面对 任何每一次 主身段结束之后的扩原坡 他一定会历经个中段的修正 他现在就是中段的修正 扩原坡的一个做法 不是像出身段跟主身段 爆他个天长地久 海枯死烂 赚一倍两倍三倍四倍 不赚可行 我说扩原坡就是要来回做价差 而随着位阶的不同 你的策略的不同 就像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说 AI相关概念个股 你要把你资金去做切割 高出才能够低进 因为电子资金比重盘中88% 我有没有说过 我说过这句话 你有高出 你现在才能看低进的一个机会 而且低进大部分都还会有一些的价差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到最近这一两天 我就跟大家讲两天之前我就说 现在不是只有AI了 大盘它有问题 大盘的结构有问题 它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不是只有AI 所有的股票你进场都要把资金去做切割 你有去做切割 我就问大家 我做一个举例 譬如说你昨天要去做进场 你说你是买长的 做长线的 你说你昨天要去分批布局 你布局之后 面对杀了113点的时候 如果你一次买盘 我告诉你 你吓得都快吓死了 这是人性 人性是肉做 你看到113点就会害怕 你就会心想会不会破底 可是如果你在昨天里面 你的过去可能都买个10张 你昨天你就买个5张3张 你在杀下来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好好 好 加债我昨天买的少 我现在还可以逢低去做加码 这就是策略 策略 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我觉得大盘在这种过程中 我也跟大家讲过说 台北股市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说你做短线的人 因为你是做短线 说实在我不是很鼓励做短线 但是你如果是做短线 我就说 因为KT指标就交叉向下了 今天跌本来就很正常 你做短的人 你就静待他的日KT指标 何时交叉向上再去做进场 这观察一 指标50 如果是指标50附近 重新交叉向上 这个高点短期就会过 可是季线之上 不要做过度的追高 这是这个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你看在今天 为什么会出现下影线 刚好是在月线之下 因为月线刚好扣低 短期都扣低 半年线扣得更低 所以本来在月线跟半年线 它的沙破都不是叫真沙破 它本来就会有弹跳 加上副瓜里 无矩线你有没有看到 它的副瓜里 这条黄色线就是无矩线 你再刹下你的副瓜里就很大 它本来就会往上弹 正瓜里很大会刹下来 副瓜里会很大会往上弹 你现在里面这种量 这种量本来就是它在试图阻底 你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它的量才会缩掉 我就问大家 如果说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看价量的结构 以技术性的分析 下跌有量吗 没有量 所以在这种过程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整理期 整理期在结构性的调整 所以你要什么低进高出 无矩线正瓜里太大 4到6%以上 再强的股票都不要去追 你顶多强股沿着无矩线 去做一些的操作 所以我说你不要一次的买满 你逢低分批去做布局 那季线之上 不要去做追高 月线跟半年线扣低 所以你就先看区间的整理 在这种过程中 主要的一个原因 还是来自于油价太高 会造成通货膨胀的疑虑 中国通缩 造成的一个消费性的 一个产品销售不佳 好 我们现在来问大家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美国有时候很好笑 油价为什么会涨上来 因为它的中东上面的盟友 就是沙古地阿拉伯 你就为了要去制裁中国 你把你的盟友去做得罪 因为沙古地阿拉伯的王储 他之前他王储去外交管 外交领事馆里面来讲话 杀掉了一个记者 美国不敢说任何一句话 现在里面就为了制裁中国 就说你中东的AI伺服器 你如果要买的话 因为他怕中国 绕过中共来买 你如果要买AI伺服器 你要经过我美国特许 他一讲 沙古地阿拉伯就说 我跟你俄罗斯同一阵线 我不减产 年底钱都不减产 你美国不是制造的吗 就像现在通膨的问题 你不是制造的办事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 我就跟大家讲说 北京下令官员不准带 这个手机 就是iPhone的手机去上班 造成iPhone的股价的下跌 对不对 我也不认为iPhone 今年会卖多好 我也不认为 但是问题来了 大家想想看 北京禁止外国技术 期待iPhone 你美国早就禁止华为了 我没有说错 早就禁止了 Tita也禁止 华为也禁止 华为手机 华为的5G设备都禁止 这本来就是美中贸易战里面 很正常的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 你不能看这个消息 我就问大家10亿的人口 中国10亿的人口 请问做官的 不准携带iPhone手机 占10亿人口的几分之几 就像黄仁勋董事长 他有几百万 四百多亿的一个股票 他只卖那个1% 他比你厉害多了 我告诉你 很多投资朋友 你自己想想看 5块美金 如果涨到20块美金 你有没有卖到翻掉了 空头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现在人家涨了100倍 才卖1个% 要是我们的话 不知道卖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不要当一个井底之娃 你是要看得很清楚 不是我先把这个给大家看 100张 他卖实际 实际所得4244万美元 核心台币13.7亿 他的资产是多少 410亿美元 这是1200亿 他有1200亿的回答 他只卖13亿 真的很严重吗 我就说联电卖 联发科卖400 一定对吗 所以不一定 只是说涨真的很多了 我就跟他讲说 AI的问题 也是涨真的很多 从马乱 所以他要高出低进 这是你要去做接受的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就像我在看苹果 苹果本来就不预备 他卖得很好 但是华为真的超乎预期 他激起了中美贸易战 激起了中国整个民族心 全部都去买卖 你只要华为出来 我公司赞助你买 5000块人民币 我赞助你 对不对 全部来讲 整个民族情绪 拉到最高峰 所以华为的Mate 60 Pro 卖得很好 连这一次折叠机秒杀 那又怎么样 那你就去选择 又是华为的概念 又是所谓的一个苹果的概念 又有很多提债的个股 我说进可攻退可守的股票 不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面对大盘的拉回 你可以去做考虑的吗 所以我觉得很多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跟大家讲说 三不转 你路要转 这就是我们投资朋友里面 要知道的顺应趋势 不是十多头 不是十空头 不是三在那边 你不动 对不对 不动如三 是三不转 你要路会转 对不对 然后你在这种过程之中 里面来讲话 你在面对很多股票的时候 你只取一瓢一 什么意思 业绩股 你不要随着市场上面 绕着地球跑 你到最后股票会一堆 你相信我会一堆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从投资朋友里面来讲话 你要成为2024年 他的一个赢家 而且我认为17463是会过的 我没有事事而非的答案 我都直接坦白告诉你 主身段结束之后 就是中断整理 过来还有个扩延波 三波的上涨 对不对 两波的下跌 17463会过 而且很有可能是在2024年 所以本来中断整理 就是你重新布局的机会 只是这一次的操作 跟初身段跟初身段 鼠方用的方式不一样 随着位阶点的不同 你持股比例的不同 然后再过来 你选股的方向不同而已 所以在这种过程 要跟上鼠方 随着位阶点的不同 随着整个这个结构性的不同 要迈向2024年财富之门 赢家之路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全新的投资组合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我说我们台湾里面来讲话 有很多的一个事情 非常的一个严格 我就说Dale 是在美国的一家 NB的一个电脑公司 它的第三季 其实比去年的第三季 是年减12% 它的猜测预估值 是年减12% 但是因为他讲 还要跨度到AI 我昨天就给大家看 对不对 如果你不相信 你再去看昨天节目也可以 它就涨20%以上 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一定要去做留意的一件事情 你现在看营兽是看不准的 为什么看不准 因为你现在里面来讲 AI伺服器 排挤到伺服器的订单 可是你AI伺服器 你的占比越高 你的获利就越高 你现在排挤到伺服器 伺服器要到第四季落地 你明年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传统伺服器就落地 你AI伺服器比重一拉高 你的获利才会跳出去 所以它的获利的上来是2024年 台积元是不是跟你讲 Cowars的部分要一年半左右 才会符合市场上面 要的一个供给 所以如果不是这样子 怎么可能一年半呢 你就知道后面的订单有多少 我不想跟大家去争辩这个 就算我是跟你讲 这个基本面是很强 可是我也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我在之前会去卖 会去卖一些股票 就是本身来讲的话 它就是已经电子占比 AI伺服器里面高达88% 你有高出 你就可以去做低进 不管是广达 什么建顶 金像电 台光电 整个秦城 或是技嘉都这样子 还有光宝客 你有高出 你就可以低进 你就有钱去做低进的动作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就像在最近里面 我们所开始介绍一些 进可攻退可守的 因为台币股市的结构太乱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去想一想 当时候的见顶 是一个新的一个题材 就从我说的120几 这样子上来 这一家公司 目前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还不知道 它会去接到AI伺服器的 一些的一个订单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 不管你是苹果 不管你是华为 它本身就是供应链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因为低轨卫星 是未来手机里面必备的 很多人都会讲 什么获利是某一家公司 我告诉大家 这一次里面来讲 很多低轨卫星的板子 是来自于这一家公司 今年4块钱 明年来讲的话 是5块半 甚至5块7 现在股价只有40几块 你觉得你的胜率是多少 这就是你要去思考的 你的胜率是多少 有没有胜率 如果到2024年 差一点到2024年 搞不好最近就会涨 这就是你 股价是这个样子 没有涨到的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进可攻退可守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也跟大家讲说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礼拜的 一个布局 今天来讲创新高拉回 可是你想想看 这个礼拜它涨多少 这个礼拜涨多少 它有什么样的题材 它有车用的题材 AI的一个题材 这个部分也有手机的题材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自己留意 就像我在讲 我说我很少事后去讲 我就跟他讲说资源一样 我说资源在这一天我就预告 它的基本面的成长性 没有那么强 你可以获利做了解 因为我们是在200块钱附近买的 买完之后破了300块 我们再买回来 随后它再涨 到昨天的创新高 374 我有没有跟他讲说 反正大家都赚钱 看我们节目都赚钱 你要不要卖就随便你了 你要卖也可以 这就是你的一个操作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这种过程之中 里面来讲的话 你不去接受AI伺服器 你要去做一些的价差 你现在里面来讲你怎么办 我就问大家营收真的不好吗 2376的技嘉营收到真的不好 营收是8月份创历史新高 但是它跟广达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他就是讲我是来自于AI 广达他讲他有来自于什么 NB 但是这两只为什么今天不会涨 很多人就空头就说 你看广达利多不涨 你看技嘉利多也开高走低 很简单 昨天尾盘就偷拉了 昨天尾盘就偷拉了 大家聊得有意思吗 所以台北股是太多人做短了 大家都知道这些财报 我就跟大家讲说 AI伺服器是8月开始微幅出量 9月再开始出量 第四季里面量会更大 就是这样 很多人就卡那个营收 卡完之后可以叮 就给你卖掉了 我说如果你要做这么短 那你就高出低进 你看高出低进 你要做这么短都OK 你要高出低进 但是你要知道 目前的台北股市 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不是只有AI 所有的股票都一样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 又拉回到整个一个置身 对不对 我们怎么会去跟大家介绍 整个一个经济 当然就是面对目前的格局之中 我们要去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个股 看我们新进的投资组合 今年也没跌 另外一档是创新高拉回 这是部分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的投资朋友 你要仔细去想想看 你如果真的认为台北股市是空投 你不找鼠方 OK 可是鼠方跟你讲的是 我认为它是扩延波 我也没有跟你讲 它是出生段跟主生段 我当时候就跟他 2500点的行情你不要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当现在的扩延波的过程 之中里面 你的选股的逻辑就不一样 就像我会跟他讲 你可以买飞电 但是你用时间来换空间 今天353 你要去买记忆体 你要去买被动元件 你要去买NB 不是追 你要低接 因为那都是2024年才会好 你要去买AI伺服器 你就要知道 你错过了出生段跟主生段 你就是要高出跟低进 来回坐价差 所以你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要跟着一个已经做好规划的人 走向2024年财富之门 以及全新的投资组合 那我只能告诉你 那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未来 鼠邦在盘中的操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by bwd6